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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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雷 歡迎來到B雷的玩具世界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Moke 老舊漁具店 漁夫小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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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 自己還算滿意 只是說 在屋頂的這個 頂端的這裡 有一些漏洞 就是沒有拼的比 當初原本的那個還要好的造型 然後再來是 其實 有點錯估這個size 就是 屋子造的比較小了一點 然後導致我的剩餘零件 其實還算滿多的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整體的外觀 首先第一層 這裡算是它的倉庫 然後 這邊有一個旋轉的樓梯 再來第二層 就是 倉庫的這個 本舖 就是 安通的 誘餌商店 然後這邊掛了兩盞燈 然後這裡有夾著一條魚 那麼這裡因為要做這個 可以輕鬆拆把的設計 所以有讓出了一些縫隙 導致外觀也不是那麼好看 那也是因為第一次Moke 有一些零件跟 間隔之間的掌控 沒有到那麼的精細 再來這裡是有窗戶的 但是 其他都是用這種 密閉的黑色 以及一些 木頭的這種材質 做一個格檔 那麼旁邊 這條小船或者是 氣墊船 整個氣墊船是我 額外拿來的零件 所以這個算是 Moke一個 額外的一個小插曲 但是上面的所有這種 潛水裝備 以及這個 氧氣筒 還有潛水帽 都是原本裡面就有附的 然後這裡有一條鏈子 捆綁 然後掛在岸邊 讓它不會飄走 再來這一邊的話 是所謂的一個 低箱 然後可以 走來這裡釣魚的一個小橋 意思就是它一定要走 正門到商店裡面 然後可能至少要購買一些東西 才能從這裡 這個柵欄出來 享受釣魚的樂趣 那旁邊有一些救生圈啊 還有網子啊 以及一些桶子 像這裡就有兩條魚 然後女釣客跟它的小朋友 然後兩隻海鷗跟貓咪 這裡就是一些工具箱 魚耳之類的 再來它上面有用一些透明的零件 當作外面照明的燈飾 那只是做個示意圖 一個樣式而已 接著這一邊是 所謂的 瞭望台 那麼是額外搭了一個小橋 之後把原本的瞭望台的這個 望遠鏡 或者是觀測鏡 給它移來這裡 那它一樣 還是有上下跟旋轉的 這個功能 然後這裡一個旗子 那這邊原本是要鋪設 所謂的海水的 那因為我手邊也沒有這些 海水的透明藍色的磚頭 所以暫時先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分隔 到這裡 就是前面這一段都未來可能會鋪上海水的透明零件 包括橋下 還有漁船 漁船這邊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一個停放區 再來屋頂的部分 沿用了老舊魚鋸墊的那種方式 那麼它也是這種 很多木頭拼接的這種造型 然後我額外旁邊加了幾個垂吊的 就是已經鬆脫 然後可能隨時會掉下來的這種感覺 那麼這一邊是個敗筆 在這邊也有一個垂吊的 那我們整個把它拿起來 它也是先蓋的 我就沒有做那種額外的 側開的那種方法 而且其實屋頂也是整個拿起來比較方便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拼湊方式 那麼在屋頂下面這一層是加高的 那一樣可以把它取下來 我用了這種 兩個間隔比較大的這個平滑的這種磚塊 去給它做一個底部的 再來這個加高的屋頂天花板 其實有個細節 就是我做了一個類似 室內的一個小吊燈 讓它室內至少有一個一盞燈 因為門口的話是造室外的 那室內的話有一盞小燈 之後旁邊這裡 做了一個秘密的藏寶箱 以及一個梯子 那這個梯子其實也是做個示意圖而已 因為它不太能夠垂直的放下來 它只會一個斜的角度 就是讓這個老船長可以偷偷爬上來 去放它的一個私房錢 那這個寶箱也沒辦法全開跟全關 我給它做一個固定的一個角度造型 讓它可以剛好卡在這裡 前面來看的話是它的店的這個招牌 它的門牌 以及這個小魚 那其實整體 比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地方的一些建構 但是沒有像原版的做的這麼密合 那屋頂蓋下來的話會有這些縫隙 可是如果我把這些塞太高的話 它的屋頂又沒辦法很斜角度的攤下來 反而會變得比較平 所以這邊是在設計上就需要再加強的地方 再來向下看到二樓 二樓就是魚具店的本體 那我們我有設計可以簡單拆開的這個方式 就是這三個綠色的點 是凸起來高一階的 然後讓它比較方便直接取下 那麼我們從這角度來看 首先進門的話 就是這些用品 像救生圈還有這個挖鞋 以及這個槳 船槳 再來有一些掛鉤的這個釣魚 釣魚用的捕魚網 還有魚叉以及釣具 然後牆上還有掛一隻 魚叉槍跟鉤子 之後這裡是老闆 他在喝飲料 然後結帳 那收銀機的這個零件 裡面一樣還沒有拿到補過來的 所以一樣用舊的 它上面沒有任何的造型 頂端有一個計算機 以及後面放了工具箱跟地圖 再來這裡也有賣兩條新鮮的魚貨 貼著這裡是廁所 廁所做的比較 擁擠一點 那它是用這個一塊擋板 給它蓋住 但其實走過去一樣看得到裡面 看得到人家在上廁所 然後馬桶蓋就用白色救生圈 這應該是比較 比較多人用的這種方法 再來旁邊有這個衛生紙捲筒 可是已經沒有紙了 所以只剩下紙筒而已 接著是水龍頭洗手台 那麼外觀部分呢 一樣就是這種 淺墨綠色的這種 磚 平滑磚 就給它堆疊 做出一些 還算老舊的這種感覺 旁邊也有掛救生圈 然後這個柵欄 接著 第一層就是 老船長的這個倉庫 但其實這個門鎖是用 鎖鏈的那個頭 當成一個 當成一個鎖的樣子 造型有蠻像的啦 再來它裡面其實放了一些 新鮮魚貨 龍蝦螃蟹魚 但是角落又有一些 TNT炸藥 這一邊 有炸藥 接著旁邊有蜘蛛網 再來蜘蛛網裡面其實有一個 死人骨頭 以及這兩箱是所謂的槍械的部分 就代表老船長是不單純的一個人 不單純的商人 除了魚具跟魚貨 還有一些 不法勾當 這是我的一個設計 但其實這個窗戶這一邊 可以稍微看到 它裡面裝箱的東西 不過蜘蛛網就把那個死人骨頭 基本上有一個大致上的一個遮掩 再來介紹一下這一邊就是 釣魚的女釣客跟小朋友 那其實能夠展示的東西沒有特別多啦 也就是這裡有一個勾子 可以勾住釣竿 讓釣客可以放鬆一下 那另外一邊就給它勾這個 捕魚網 那底下其實細節不多 只有一隻螃蟹 因為兩隻螃蟹放不下 所以我把一隻螃蟹放在下面 那如果有機會鋪上海水的零件的話 後面再用照片給 呈現給各位 那麼這邊做了一些碎石 類似青苔 然後這裡有一塊大石頭 再來旁邊也是差不多的感覺 這裡就比較 稍微有點簡陋 但其實我們是從這裡進來 然後有一個 船 剛剛那艘船我先給它拿下來了 從這裡進來才有租船 然後去外面游泳潛水 或者是海釣這樣子 那麼這就是我MOK的 老舊魚巨店 漁夫小屋 最後就放上一些細節照片 給各位欣賞吧 那麼其實這款 老舊魚巨店的MOK 主要是以一個旋轉樓梯為主軸 因為我用那個零件 構造出旋轉樓梯之後 我在想要怎麼去符合它的一個建構方式 所以在門口那一塊 你會看到比較破碎的一些造型 就是有一種破舊感 再加上它旋轉樓梯 細節上來的那個格數 需要用一點特殊的一些方塊 就是有一些平滑磚 中間有一個凸點那一個 才有辦法好好的去給它做一個 固定的一個底座 那也剛好能夠營造出 它那個門前稍微破爛的這種 木質的一個構造 呈現出比較破舊老舊的這種感覺 那麼最後還是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關注我的頻道 那接下來下個影片的話 也有可能還是另外一款樂高吧 就請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最後看看我剩下的一些零件吧 其實剩的還算蠻多的 少說可能也有 是500片的樣子 就是自己的功力還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有一些零件還是 沒有特別的去使用到 那麼如果有機會做一個 老舊魚巨店馬克兔的話 一樣會再跟各位做個分享